在遇到马思纯之前 周冬宇或许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嫉妒心竟然这么强 两人在七月与安生电影中相识 戏里戏外都形影不离 不但在发布会上 称对方是自己最爱的人 还在采访中 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接吻 然而在后的感情 一旦走上另一场 就注定不会长久 2016年 两人成为金马奖双赢后 刚听到马思纯名字的时候 周冬宇表现得十分开心激动 谁知几分钟后 两人双双站在颁奖台上 周冬宇就开始了迷惑发言 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做电影的 我觉得特别光宗耀祖 单凭这意味深长的一撇 就没有人能说周冬宇单纯 如果此时台上 两人加起来有800个心眼 那周冬宇自己就占了799个 因为在周冬宇暗讽马思纯 没有实力的时候 他还在一旁傻笑 并且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好闺蜜的党签牌 娱乐圈天价片酬的事情 被爆出后 某爽被封杀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周冬宇当时也被爆出片酬过亿 不过聪明的他自然不会任由舆论攻击 赶紧筛出了一张 自己和马思纯的聊天记录 备注却是壮肥宽 瞬间把大众的目光 全都聚集到了马思纯的身材上 当时马思纯有轻度抑郁症 因服药导致提心偏胖 没想到却被好闺蜜拿来挡刀 不过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也不只是周冬宇一个人的原因 如果说周冬宇嫉妒马思纯的家事 那马思纯嫉妒的就是周冬宇的实力 有次一名网友夸周冬宇采马思纯 说他演技太尬 结果马思纯亲自下场手撕开网友 问他凭什么觉得自己演技尬 这几乎是马思纯第一次 因为网友一句评论而变得如此失态 他特别害怕大家把他的奖项 跟自己的小姨讲文力联系起来 更怕别人拿他更没有背景的周冬宇 相提并论 而在这件事后 周冬宇跟马思纯便很有默契的互不相往来 最让窦镜同一男平的女人就是周冬宇 自七月雨安生播出之后 两人就像是被捆在了一起 即便是参加活动 也毫不顾忌的对视 周冬宇参加跨界歌王唱的歌 是窦镜同编的曲 两人还被拍到一起出国旅游 窦镜同玩滑板 周冬宇在旁边静静的陪着 于是有人怀疑 两人是不是在一起了 毕竟在周冬宇之前 窦镜同就已经有过两个绯闻女友 第一个女孩曾和她一起 在梁朝伟的婚礼上当过花童 这个女孩来头也不小 表舅是张志玲 表舅妈叫袁永怡 她曾在Ease上发过一张 自己和窦镜同的合照 并称窦镜同为My Love 第二个绯闻女孩是位服装设计师 两人多次被拍到热闻镜头 说这是闺蜜之间的轻易动作 似乎有点牵强 如果后来的水源西子不算的话 那周冬宇就是窦镜同的 第四个绯闻女友 不过月女无数的天后女儿 似乎在周冬宇这里吃的瘪 因为周冬宇的取向 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 2011年暴走神态上一时 周冬宇被著名狗仔琢某拍到 和男富二代在三亚度假 整整一夜没出门 狗仔透过窗户 拍到周冬宇身穿玉袍 与对方互卫苹果 面对如此大瓜 周冬宇没有否认 随即公开了这段恋情 可惜好情不长 2016年周冬宇就在发布会上表示 已经恢复诞生 后来他还和易阳千禧的男星 传出过绯闻 不过要问周冬宇靠近斗镜头的原因 一定是因为对方有个 他遥不可及的家庭背景 而这个背景 或许能让他成功踏入港圈 毕竟跳槽这件事 周冬宇早就已经轻车熟路了 没了张艺谋 周冬宇还能玩得转吗 当年周冬宇有多单纯 一场和斗箫吻额头的戏 就直接吓哭 尽管出道就顶着某女郎的光环 但当时他瘦小的形象 确实给他的戏录 带来了很大限制 三年只拍了两部戏 还没人看 后来周冬宇和富二代之间的恋情被曝光 张艺谋那边也不太平 他与幕后老板张伟平上演了一出分手大戏 甚至闹上了法庭 作为某女郎的妮妮 果断站队张艺谋 于是网络上就传出大量他的不雅照 清纯形象惊慧 斗箫打官司赔了不少钱 老模子本人被曝出超声事件 赔了750万 所有人都吃了大亏 唯独周冬宇趁这个时间来了个大翻身 为了名字报身 他立刻和张艺谋解约 转身搭上了他的好干妈东阳 并成功签约18文化 18文化被靠华仪 不过这两个女人对于周冬宇来说 还只是刚刚开始 拍完《七月雨安生》之后 他跟曾志伟扯上了绯闻 因为这部电影的导演曾国祥 是曾志伟的儿子 当时模糊上有一条帖子 意思是老爷子酒后土真言 遣过《七月雨安生》里的一个女生 一时间周冬宇被推上风口浪尖 虽说周冬宇工作室曾出来辟谣 但2019年 曾国祥拍摄《少年的你》 再次与他合作 或许在至高无上的荣誉面前 女生究竟有没有遭遇过贤助手 也没那么重要了 不过能确定的是 昔日的丑小鸭早已改头换面